齊梅來落頭半天 派對半天 開心見合直送 回頭變尖 隨便說話快樂少少 踏進家裡一秒開始 能回家就讓心花開片 在你兩邊 與你每天 家中啞聲混亂 從來都不決 全力去到你比遠處 若你出發可每一天 能回家可找到美麗 是樂園始終家裡最溫暖 Bonnie說還沒畢業,不能去旅行 本來打算終於等到畢業旅行 可以跟Bonnie一對夜對 這是Verman 不過你之前不是跟Bonnie去過宛門嗎 那時候我們是分房睡的 我本來打算可以同房睡 就可以看到Bonnie洗澡後的樣子 或者是睡覺時的樣子 你知道嗎? 你這個顏色的兒子原來是這種 不過就算讓你去到歐洲 Bonnie到時又會說要分房睡 也沒用的 怎會一樣 好,澳門女費這麼便宜 分房睡得很正常 但是歐洲女費貴 我們為了省錢 才必須要在同一間房,你明白嗎 好,你贏 不過其實睡不著可能是一件好事 因為情侶只要保持距離感和神秘感 才可以先保鮮,知道嗎? 你什麼神秘備? 我現在不得一天二十小時 跟Bonnie貼得緊緊,你明白嗎? 房仔,你別這麼簡單,行不行? 你經驗少說而已 你想想,如果你跟Bonnie一天二十四小時 都貼在一起的話 你們倆就會放下你們的戒心 然後就會把你們最真實的一面 表露出來 然後你們就對大家一點幻想都沒有 那有什麼問題? 我跟Bonnie一向都真誠相對 就像上次假裝蒼蠅一樣 就算我又臭又醜,他也不嫌棄我 是,好像是非常特別的例子 長遠來說,不是辦法 但是缺口一打開的時候 就一發不可收拾了 什麼缺口? 任何一件噁心事都可以 一口疼,一個屁都可以 發生第一次的時候,你就會很緊張 你會怕自己沒有形象 你怕對方嫌棄你 但到了第二次的時候,就會想 我反而可以在他面前放屁 不如起吃地放也不要 之後就會有第三次 之後…再會有第四次 之後你就會越放越鬆 然後你就會站在他面前 搖鼻齒戀完之後就會把他結識 我想你彈中我 對不起 那豈不是像我平時在家裡 對著龔和三姨他們那樣? 總之你和Bonnie的關係 就會結識到像家人一樣 之後你就要跟你心動愛情說再見 然後搭配這個長達幾十年的平淡感情 那就沒有激情了 哥哥,你能否接受到Bonnie呢? 他們面前搖鼻齒戀完之後就把他吃掉 我想我能接受的 如果不行的話,那就是感情星環 又可能做回普通的朋友 別傻了,Bonnie這麼完美 怎會有嘔心的一面呢? 我… 鮮金錢麻花了,你替我們借道具 我心想你們拍什麼? 為什麼要借手扣? 我來當作一個逃犯的故事 這次拍了太多輕鬆小品 所以這次上 真的很有突破 但是這麼有突破的話 說實話,手扣是怎麼用的? 手扣你也不會用? 你沒有看電影嗎? 拍的聲音挺有型 另一個沒那麼有型的 溫柔一點,輕手一點,易得 這樣就鎖住了,挺簡單的吧? 為什麼要把我鎖起來? 示範給他看,他這麼無知 有些人想二十四小時 貼著Bonnie 不,你在說什麼? 很煩,解了他 糟了,好像只記得手扣,不記得鑰匙 你說笑而已,對嗎? 我說真的 那你快點帶到潮生吧 潮生,對,我不是問你借了手扣嗎? 我好像忘記了鑰匙 對,笨蛋 好的,明白了,好,再見 怎麼樣? 潮生說這件事不在他身上 是在道具牆上 但是道具牆去了澳門跟蹤 那…就是唯有打給道具牆 問他的鑰匙在哪裡? 潮生說道具牆拍攝那裡很偏僻 所以不會收到電話 那我們去道具房自己找,好嗎? 潮生最後也有補充 道具房有四五千塊鑰匙 如果你找到我找到死都找不到 所以唯一一個解決方法 就是讓道具牆明天在澳門回來 我們才可以解鎖 好,那你們去鑰匙明天吧 鑰匙明天好像是唯一一個解決方法 大師兄,你的樣子一點也不像麻煩 像有點享受 你到底在說什麼? 不? Bonnie,你怎麼看?你會不會覺得很煩? 我覺得很煩 不如索性斬斷他的手 又或者找開鑰匙打開了他 對,打開了他… 坐下… 大家,來吧,想想一下 他怎麼會捨得讓我斬斷他的手 還有,這些鑰匙要找開鑰匙打開 一分鐘打開了,到時候輸從 你們就沒到他拍攝 你也不想輸從沒到他拍攝的,對吧? 算了,鑰匙而已 其實Bonnie,你也想跟我鑰匙在一起 沒有人想跟你鑰匙在一起 餓了,吃東西吧 我餓了,你吃東西吧 大家,看這個 明白了 沒有人想跟我鑰匙在一起 明白嗎? 明白 好嗎? 神經病 午餐時間,謝謝 金少爺,你只是鎖匙了一隻手 又不是廢話的 要不要連飯都要有人幫你買 你現在看看,再看看 我一動,Bonnie就跟著動 如果我捧一餐的時候 一個不小心弄傷自己的事小 但如果弄傷Bonnie的話 這個風險我不想沒有 你看他對我多甜蜜 有機會我也想跟Vinnie掃一手扣 對不起 你現在這樣吃會不會不方便? 不如我餵你 那我也餵你,金少爺 非正式統計說鎖住一手的人 他們的智商是特別低的 你看看旁邊這兩位 其實他們可以自己吃的 George 你這樣也不明白嗎? 他們想趁機會曬恩愛而已 對,媽媽 弄肚子痛,要去廁所 Bonnie,我想… 慢著,我跟Bonnie鎖在一起 如果我要開大的話 豈不是會讓他看到嗎? 這樣壞不可以的 忍住,金成安 怎麼了? 我想…大口大口吃 因為我很餓 好 安仔,你的臉好像很青 是嗎? 是呀,急事的樣子 不是吧 對呀,你最近腸胃不好嘛 急事 你為什麼不早點跟我說呢? 因為怕打了血口以後 一發不可收拾 你先去廁所吧 不行,我怎麼可以要你去 南廁這種地方? 不一定要去南廁才能去廁所 走吧,快點 咖啡,你不要咖啡嗎? 你慢慢去,我在門口等你 謝謝你幫忙 辛苦你在這裡等一會 好 慢著,我開大這麼臭 Bonnie不是會聞到嗎? 我有抽氣線的,那就不怕了 但是我半次弄肚痛 一定會先放一個又長又臭的鷹屁 Bonnie就站在外面,她一定聽到的 Bonnie 怎麼了?這麼快去完了嗎? 我還沒 不過我怕我開打開得久,你會悶 不如你拔個耳機出來 塞著耳朵聽聽歌吧 好 好 Bonnie 有人塞著耳朵,什麼都聽不到 再見 怎麼樣?世伯沒有生氣嗎? 我跟他解釋了一場意外,他也明白 好,那就好了,我們去我家了 去你家? 我們今晚被人鎖住了,無論如何都要一起睡 既然現在世伯沒問題,那就可以去我家睡 當然不行,爸爸說雖然是一場意外 但是我們放學也要馬上回我家 去你這裡睡? 那去哪裡睡也一樣 那倒是 只要能夠跟你一起去哪裡都一樣 快回去吧,我怕遲了回去 爸爸真的會生氣你 這個對,這個 對不起,哥哥,不好意思 對不起…我沒留意,後面有人對不起 你肯定你是沒心的? 我沒心,真是不好意思,對不起… 你濕了,快點換我的衣服 不然會受傷了 我沒有衣服 我的衣服是乾淨的 如果你不介意,就拿去換吧 我不介意,謝謝你 慢著,不能脫 你有沒有更噁心?你的衣服是什麼? 那是哥哥之前的衣服,煮給我們補身那種 我喝完就洗乾淨了,一粒變四粒 快點拉開第一件衣服吧 我多看女人,我想吐 連叔公也嫌不得的話 被Bony看見就實嫌棄我 你怎麼還不換? 我想起來也不用換,因為我不冷 謝謝你,師兄 你不冷也要換蟑螂,吐住怎麼辦? 吐住就對了,因為我現在熱 反正去到細伯家裡也要洗澡 到時候才算了 快點走吧,否則細伯罵了 沒什麼事,哥哥,收回你們的衣服 不要… 爸爸慢慢 對不起,細伯 爸爸媽媽,對不起 是不是呢? 凍傷了,剛剛叫你換衣服又不換 又不是大隻 你看你皮膚不是冷,很明顯 我是應該有人說我的壞話 玉瑩,何姐,你要今成安寬衣 成何體肚? 不是,剛剛她在學校被淋濕了 才叫她換衣服,我怕她冷了 看她的衣服很乾爽 細伯,由學校回來一整個小時 什麼都乾了 那就好了,反正衣服乾了 那就更加無需要冒浴更衣了 那真的今天不能洗澡? 你們現在鎖在一起 如果要沐浴的話 豈不是要用玉白相見,盛何體痛 不會吧,媽媽,我閉上眼 什麼都不看,這樣就行了 你的品性?信不過 你們就將就今晚 明天解鎖之後 就可以各自沐浴更衣了 知道 反正我有四顆瘡在身上 BONNIE看不見也是好事 不知道今晚睡覺的安排是… 我和德哥哥商量過了 都想不到辦法分開你們 那你們就一起睡吧 太好了,終於讓我等到你一晚了 我還想到今晚可以幫你一起睡 金城安,你是不是有什麼不滿? 沒有,世伯,怎麼會有不滿呢? 不過其實這個手扣這樣扣著 如果我睡在這裡 那一會兒會吊著我 會不會很辛苦,會不會無法血? 那我睡在地上 沒有,如果要辛苦 當然是我辛苦比你辛苦的 你知道就好 世伯,還有 其實我到現在都不太明白 眼罩的存在 因為其實我睡覺時會閉上眼睛 那已經什麼都看不到 你們為什麼還要戴著罩呢? 為了慎防你,睡到半夜會醒 用雙眼對我玉英做出不軌行為 所以眼罩絕對不能脫 而且你只能躺在地上不准上床 如果你打死幾杯水 或者幾杯水移了位 我以後就不讓你們交往 半夜你們睡了 我做什麼你們都不知道 你別以為睡到半夜 我們什麼都不知道 今晚我們會輪流不定時過來巡查 太好了,連後路也封了 放鬆吧,小伯伯母 我不會理想的 我今晚一定乖乖地只想睡覺 我睡了,晚安,各位 十分慢慢慢,阿哥 慢慢… 慢慢… 來 阿哥,小伯伯母 其實小伯伯母 他們剛剛出去沒多久 應該不會這麼快回來的吧 你說如果現在我上來 跟你一起聊聊天,你說好嗎 小伯伯母 Bonnie Bonnie,你不是這麼快睡著了嗎 我還以為可以跟你上來 一邊聊天,一邊抱著我 Bonnie Bonnie,你真的睡著了嗎 其實Bonnie睡覺的樣子 我還沒看過 一定很棒的 我還沒看過 安仔 你休息一會兒,不是很過分而已 為什麼Bonnie睡得這麼難受? 還有鼻寒聲點, 還要比蘇公的聲音 我肯定是發夢 安仔… 早安 Money, 早安 你怎麼會睡得這麼軟? 我以為你很久才醒來 是嗎? 他跟昨晚扯鼻寒的Bonnie 真的同一個人? 你怎麼硬著看著我? 現在就算你多漂亮也沒用 一切都是假的 我昨晚已經見過你最真實的面 怎麼樣? 謝謝, Ro 你想謝謝我的話請我吃午餐吧 我真的去片場拿回來的, 這條線 還好 怎麼苦口苦面的樣子 跟Bonnie分開不捨得你 你們都對著一天一夜, 什麼都夠了 安仔, 我待會去圖書館借書 你陪我去吧 我昨晚睡得不太好 所以我待會會在阿狀的房間休息一會 我待會再找你, 再見 再見 再見… 再見 安仔, 你搞什麼? 怎麼無緣無故對她這麼冷淡? 阿狀, 你不是說過嗎? 愛情最好的階段 就是跟對方有一定的距離 還有幻想空間 覺得對方很完美的時候 對, 你所說的話 我一直都有記在腦裡 在過去的一天一夜 堅守著這個大原則 維持我完美的形象 例如我已經放屁的時候 我會叫她大耳機聽歌 就可以避免聽到我放屁的巨響, 對不對? 對, 做得很好 很好, 很好 我昨天被人淋濕了身 但我打死也不肯脫衣 因為我不想讓她看到 我肚子上的四顆大胸瘡 我濕著她身, 搭了一整個小時 車回到她的距離 你知道我凍得多辛苦嗎? 我明白, Monny在我心目中 她的形象一直都是完美的 我以為只要我堅守我自己的底線 我跟她之間就不會有任何問題 直至昨天晚上, 我發現原來不是這樣的 原來女神睡覺 她也會扯鼻涵入問流口水 和我幻想她性感的形象是完全相反的 JD, 其實我不睡覺也會流口水 其實我呢, 我扯鼻涵也扯得挺性感的 你一聽… 我又不是和你們拍拖 你留什麼?你扯得多痕, 關我什麼事? 我在乎只有Bonnie一個而已 下見狀是你說的 有一就會有二, 對嗎? 對 現在, Bonnie現在在我面前只是流口水 和斜鼻涵 但是你難保以後我跟她拍拖了 她會在我面前 一扯鼻涵入口水裡, 放進口水裡 我…大哥, 我接受不了 你不行, Bonnie她也是人 就算她扯鼻涵, 吃了也好 你也要看著她 因為你遲早也會看到你這一面 於是我看著Bonnie的時候 我會有一種心動的感覺 她自從昨晚看完她碎相之後 那種感覺沒有了 我真的不想像阿創理所那樣 二十多歲就要跟心動的愛情說再見 從此步入平淡沉滿的感情生活 我真的不想 我想要…我想要心動 我想要激情, 你明白嗎? 你不如索性跟她分手吧, 好嗎? 不是, 我不是想跟她分手 我不知道, 我很亂… 安仔, 你幹什麼? 你幾天這麼少回個訊息 什麼時候呢? 我有點不舒服, 遲些找你吧 Bonnie, 我現在真的不知道怎麼面對你 我每次見到你, 我就會想起你… 你給我一點時間 我一定可以衝破這個心理障礙 怎麼樣?安仔回覆了你了嗎? Bonnie? 自從那晚在家裡睡了一晚 他就開始避開我 可能他見過我睡覺的樣子吧? Bonnie原來知道這樣 我睡覺的樣子很噁心 我爸爸跟我說過 睡覺的時候會流口水, 滾鼻汗 他之前也想訓練我睡得端莊一點 試過很多方法都是搞不好的 所以就由我了 可能安仔第一次拍拖 對你太多幻想而已 所以我平時對著他 我都盡量用最完美的面見他 原來他也跟我一樣嗎? 只是那晚要一起睡覺, 沒得避開 但我沒想過他會對我這樣的反應 那你對著他經常 你也會見到他最真實的一面 當然見到了 Bonnie 好, 有人伸出的東西給你 怎麼沒聲音 我不介意, 麻煩你 你怎麼會睡得這麼暖? 我遙了你很久才醒來 是嗎? 原來他什麼都見到了? 你既然安仔的噁心事, 你不失望嗎? 沒有, 正常人也會這樣 但上次Jesse背就長了幾顆大龍瘡 你也覺得很噁心 大龍瘡, 我當然很噁心 不過是安仔的, 沒什麼所謂 反正我還是喜歡他的人 我又不是喜歡他的樣子 Bonnie他對我這麼好 我竟然嫌棄他 今成安你不是人 Bonnie 我怎麼會你去這裡? Bonnie, 對不起, Bonnie 我什麼都聽到了 是我幼稚, 是我膚淺 本來因為你外在的瑕疵就嫌棄你 Bonnie我已經想通了 我跟你之間的愛情 是著重高層次的心靈交流 我不會再被外在的東西影響到我們 真的? 真的 小心, 小心 小心體熱 之前還避開Bonnie 現在還這麼快跟人家黏倒 我們兩個好花不太好 你會不會見我? 我想再買一個三明治給你 夠了, 我吃了很多東西 你當我是豬嗎?我胖了怎麼辦? Bonnie, 你可不可以笑得這麼甜、漂亮 我看見你, 我的新仔會跳得很快 但我沒有心臟有辦法死的 夠了, 你倆可不可以告及摸我們的感受? 你們是不是妒忌? 我不會跟你們計較的 吃得冷點, 吃點紫菜好不好? 好 好, 預備 小心 好, 什麼事? 怎麼了?咬到自己嗎? 不, 好像有條紫菜放在牙上 我幫你搖 不要, 那我搖… 怕什麼? 我不是跟你說過嗎? 不過, 我們之間的關係 是著重高層次的心靈交流 你在我面前, 可以放心做自己 我會完完全全地接受你的 真的? 真的 我找人了 我會找人了 我會進去 你那你再安排 我會想喔 好 我還沒看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